嗨,我是盈盈 嗨,我是Polla 今天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吃 吃東西喔 對,吃東西 這個是在日本Saven發現的喔 日本的Saven喔 日本的Saven喔 喔,這好像是 花生口味的 我這個好像是 開心果口味的 開心果 所以它裡面是巧克力粉還是牛奶糖 不知道耶 那我幫你打開看看好了 好啊 OK 我先 喔,是要從後面這個耳朵 喔 拉開的樣子 拉開然後 拉開 喔,這樣子 對,它就會拉開了 這樣子就可以拉開了 嘿 這好酷喔 好方便喔 翻面 它有格子格子耶 嗯 沒有發生 是嗎 它的牛奶糖 嗯 不會很硬 也不會到很軟 而且 也不會很甜 因為有一些 牛奶糖加上就是放在熟溫上的話 它會融化掉 可是它這個比較不會 而且真的不黏牙 我覺得 它不黏牙 它真的不黏牙 而且也不會很難咬 好吃 綠色的耶 綠色的包裝 抓到這邊 你要把它往下拉 喔 就打開囉 就打開了 就打開了 欸,這個為什麼看起來沒有剛剛 那麼多果實在裡面 我這個果實比較多 你們看 它的側面 這個 感覺很厚耶 我這個果實好少 真的是開心果 而且是很濃很濃很濃 開心的味道 真的 完全吃不到什麼牛奶糖的感覺 嗯 就是你一吃掉 然後開始咬的時候 就會吃到 很厚的 果實 然後它的味道就很重 重點它不黏牙 不過這個 我覺得重點 這比剛剛那個硬 喔對,這比剛剛那個硬 我覺得 這比較好吃 這是 這是 開心果的味道 嗯 就是我們第二個吃的這個 因為它它的味道比較重 沒有什麼牛奶糖的味道 我也比較喜歡吃這個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 很厚 很特別對不對 其實它這兩個口味都很特別 你有吃過花絲 的牛奶糖嗎 沒有 對呀,我也沒有吃過 這有點像我們台灣的牛渣糖 你不覺得嗎 欸,真的耶 這樣講真的有像 就只是變成 沒有像 牛渣糖那麼硬 那麼厚 還是小 縮小版 那種牛渣糖 後來裡面包的東西其實蠻像的 它花生 嗯,吃起來其實也很像 嗯 重點是 它比那個牛渣糖還要不油 喔對 真的 不膩 真的不膩 好啦 如果吃完很喜歡的話 可以去網路上搜尋這個東西 對 或是有去日本的時候 可以去Seven找找看的 嗯 好啦,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或是 黑熊